因为很多很强的东西压根就是其他行业中发展的副产物 比如你说的现在大伙的AI技术 根基是啥 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显卡 显卡技术为啥要提高 因为兄弟们要打游戏需要更好的显卡 那我国过往20年游戏业是啥样 大家心里有数吧 我国以前也有伟大的副产物产出啊 火药咋出来的 兄弟们想长生不老 拿硫磺炼丹搞出来的 你皇帝老儿大发雷霆 除了我之外谁都不许长生不老 下一纸禁令禁止平民炼丹 你猜火药会是哪个国家发明的 环境越自由 副产物产出的几率就越大 再一个这也不让 那也不让的环境里 你想搞什么技术突破 突破 就说明这个东西甚至超出了想象的上限 是偶然发现原来这玩意还能这么用 就像伟哥原本是心脏病药 可乐最早是止咳糖浆 你已经知道有火药这个概念了 然后举全国之力研发火药 当然还是能搞出来的 但你没法主动地研发出一个 你压根不知道有这个概念存在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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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